地点正一多年的国家漫画博物馆一号上午有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拍板定案 宣告落脚台中刑务所就职 预计最快年底就能够开展 郑文燦表示这是不分政党及中央与地方的一致共识 台中刑务所基地超过2.3公顷 东侧历史建筑是活化的县城基地 北侧将新建新管设 将权力支持新建经费 而后续将由文化部加速相关的筹备工作 判了多年的国家漫画博物馆历经一波多折后 总算在1号上午由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正式宣布拍板定案 未来将落脚在台中刑务所 并强调这是不分政党及中央与地方的一致共识 文化部也做了评估 也向院长做了专报 也获得院长的支持 同时也在日前跟台中市政府完成会刊 也确定这个场子的适合度 由于过去蓝绿双方为了国漫馆的选址多次交锋 一度传出要改到台南 炒了将近六年都无法定案 甚至延烧成台中市长选举的攻防议题 不过随着选举落幕 这次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与台中市长卢秀燕 也放下过往争议 顺利将国漫馆留在台中 市医所这个地方也很好 只是台中周厅在我想法里面它更好 那在二选一的情况底下 我们要务实的来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很高兴可以总算把国家漫画博物馆 落脚在这个地方 漫画博物馆这艘航舰 那么久的四五年五六年的一个迷航以后 今天终于能够定毛落脚在台中 郑文灿也表示台中行务所基地超过2.3公顷 东侧历史建筑是活化的现成基地 因此打算先在年底前开展 北侧则是规划新建新的管设 行政院将会全力支持新建经费 而文化部也会加速筹备后续的相关工作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